大家好,我是Dan SM娱乐将要召开2023SM Global Audition 从2006年开始举办的SM Global Audition 是从亚洲到美洲的大规模争选赛 Red Velvet Wendy Choy以及NCT Mark Renjun Kun等 很多IDOL都是通过该争选赛进入SM娱乐的 而因为这是在疫情之后 久违的全球现场争选赛 所以对于有IDOL之梦的人来说 应该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不过因为不是线上争选赛 所以只有第一次的试镜是通过官网爆灭 在一是线上试镜通过的人 会个别联络后进行第二次的现场试镜 而因为2月份的现场试镜场所都是在韩国 所以目前是在韩国 或者是如果通过第一次试镜后 能迁往韩国的人报名比较好 然后3月份会在日本 之后在其他国家也会陆续进行现场争选赛的 至于其他细节 大家可以到官网去看一下 我会把官网地址留在资讯栏上的 希望点击频道的观众都能有好成绩 下个消息是 NAP成员姐 因为在直播中的发言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不满 1月10号 丛宏与杰在直播的时候 谈起了韩国历史 丛宏觉得韩国历史很有趣 但是杰伊却说 我觉得韩国历史资讯量不多 大概学几个礼拜就可以学完 像在读短篇小说一样 成员丛宏赶紧给杰伊解释打圆场 但是杰伊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继续说了 韩国史在博海之前一下子就没有了 到三国的时候才开始有些内容 但是前面的内容很快就过去了 因为杰伊说的历史不长很像短篇小说一样 所以在韩网马上就引起了贬低韩国历史的争议 很多媒体都用了非常攻击性的标题 举及了J 而因为争议变得越来越大 J上传了道歉文 不管是什么理由 让N金们感到不舒服 我真心的抱歉 对于韩国历史 我说出了轻率的发言 我不该因为自己不足的知识 随便发表言论 我再次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我完全没有轻视我们国家历史的意思 但是我的表达可能让大家误会了 是我的错 对不起 但是在这个道歉文后 风向变得更加不好了 失误失言是可以的 但是处理方式错了 第一次探过使用 不管是什么理由 这种傲慢的道歉文 韩国历史是短篇小说的话 美国历史是一首诗吗 才有300年历史的美国国籍的人 说韩国历史像短篇小说 让我第一次杀眼 结果发现他只是在美国出生后 是在韩国长大的人 让我第二次杀眼 然后看到杀眼的道歉文后 让我第三次杀眼 海外粉丝们为了护航鞋 开始意气贬低韩国历史 自己的影响没用在很棒的地方了 对于N.I.PUNCHI 有关韩国历史的发言 以及道歉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引起热议的一个贴文 这贴文的标题是 不过 太阳会跳舞吗 太阳不是POKER吗 为什么我不能想象太阳跳舞呢 真的是我最近一年听到的 最有创意的问题 太阳用舞蹈也能吊打所有爱豆们吧 你确定你是在说 曾经被称为是 拿着节奏玩的那个Big Bang太阳吗 出道有年次了 所以最近的时代可能不会知道吧 太阳唱歌舞蹈都很厉害 不是问跳得好 而是问会跳吗 真的很好笑又很可爱 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一起来期待 太阳与几名的新曲吧 太阳光影响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的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